我會形容我們的店鋪為 香港人情趣解放的地方 放開自己去選擇想要的東西 找回原本追求的慾望 我未接觸這個行業之前 是沒有試過成用品的 不過我覺得其實都比較多人買 身邊的朋友都跟我說這行業可以的 那就試一下去做 我不會覺得尷尬 其實性這件事是每個人都需要的 沒必要尷尬每個人都需要的東西 我有見譬如一堆朋友 在外面猜包剪輸了才進來 一部份香港人是比較保守的 但其實普遍來說 近一兩年大家都開始開放了 最大的感受是 怎麼說呢 宣傳都挺辛苦的 有時候我們歐洲的船運 你要遷就別人時間 不是別人遷就你的 可能你說 批貨是早上6點回來的 可能我早上6點回來拆貨 直播 點貨 可能早上6點做到 晚上凌晨3-4點 都一直在做 怎麼說呢 創業容易手業難 因為我們是在工廠區的 工廠區的地址會比較難找 有時候都會視乎運氣和宣傳 或者是努力的 可以去到六位數 都會有時候 有些人惡意騷擾 或者是 例如上來 問你有沒有用過 你用過我才買的 那類的東西 但我們通常 看得很開不來 短期目標的話 我們希望做好自己的店 然後 我想每逢別人一看 食人用品界 就會想起我們公司和我 我會看到 你應該要想起 要有限的 看法 可以說 請問你 會不會 我會不會 有限的 我們會不會 有限的 你會不會 有限的 你會不會